现在是上午的10点08分,我们就上午的盘面做一个松冲 A股在周末利好的情况下,今天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上涨 开盘还是低开的,那么接下来这个盘面怎么走 还有就是盘面的板块热点怎么看 如果大家对当前盘面涨得迷茫的,看不懂的,仔细听 现在看一下上阵,上阵目前涨得只有762架,跌得1200多架 看起来是比较弱,对吧 盘中跌穿了60天均下线 我在前面就跟大家说,60天均下线这位置是存在支撑的 那今天盘中跌穿了,怎么理解 其实这个跌穿主要是因为券商的跳水 这里最大的乌鱼,对吧 大家看一下券商目前已经破位下跌,跌穿了60天线 那么在周末利好的情况下,券商破位下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从整个的盘面来看,早上并没有出现什么明显的利空 但是这个连续两波跳水以后,证券已经跌幅到一个点上下 从上午的个股来看,券商说真的,并没有出现特别大的个跌幅 但是大家看,作为前期人气核心的品种,龙头品种 光大证券今天来了一个什么,跨数下挫 然后它跌到了60天均价线附近 大家还记得我前两天跟大家说过吗 我说均价现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要靠,要什么,要等60天线来靠拢,对吧 红盘正道,如果有急杀,跌到60天均价线附近 是可以考虑第七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没到位的情况下 千万人入手,不要着急进场 那么券商的下跌给大盘带下来了 那么怎么理解 其实大家要注意 目前的大盘,它是属于一个什么 震荡的区间 券商不存在持续大跌的可能性 所以这里破位往往是律师的 给大家一个低位上车博弈的机会 千万注意,追高不去 低息是可以去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目前的一个环境 因为现在的环境,追高容易被套住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板块的情况 目前表现最好的是PCB概念 除外电器 富士康 机器视觉 但是这些涨幅都不是很大 对吧,感觉都很平均 我们从涨停板的个数可能大家就发现了 涨停最多的就是机器人概念 机器人概念是直接一波拉升 对这个板块的走势 大家看,它现在是越走越急 属于一个加速状态 还记得我前两天给大家说过这件事吧 我说机器人板块将什么去突击上方的高位 为什么?说的明明白白 看这里 这个亮能足以突破这个亮能 所以它下一个目标是奔向这个高点去的 大家没必要纠结 没必要担心 后期将什么继续挑战这个高位 而且它放量突过去后 还将继续上行 所以说这个是大家需要重点的留意 对于这个方向 它流股不断冒出来 大家看下是吧 三四二四厘米的三维实业 今天三维智能 今天实现了一个二连板 所以说这是一个明显的放量突破 对这个板块 大家需要重点的留意和跟踪 我在前面也跟大家讲过 这个板块 它的持续性 它的赚钱相应也打造出来了 所以后期 会将有更多的资金 去参与这个板块 目前表现最好的就是明智定期 这个是超了预期的 是吧 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个五运板 但从技术方面来说 这种票的话没票的 就不用去参与了 越到这个时候越要冷静 风险越大 好 我们除了看机器人干领 大家看华为干领表现也算不错 华为跟机器人很多是叠加了 这里需要重点提及的是一个军工 大家记得我前两天 前几天说的军工 对军工板块可以说是判断的比较准确 比如说军工板块 后期震荡上行的概率偏大 而且军工板块有机会挑这个高位 对吧 因为最近的利好不断 军工板块也是不断的上行 后期走震荡上行的概率偏大 也说这个方向 大家需要重点的留意和跟踪 对于这个方向 为什么需要留意 以前我记得在谈军工的时候 我就告诉大家不要追 对吧 因为军工的持续性比较差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最近这段时间军工出现了很多的持续性 也就是说很多票出现了连续走墙 有吃肉的机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就需要重点的留意和跟踪 还有刚才我翻了一下 大家看到没有 军工整体很多票都是什么 都是在第一位 大家觉得是不是 第一位啊 目前表现比较好的就是这个勤创机床 那么从技术方面来说 整体的军工啊 位置都比较低 所以大家值得跟踪啊 尤其是那些底部放巨量的这些票 大家需要重点的留意和跟踪 还有就是新能温车 今天表现也算不错啊 有 呃 四来个票涨停 但是新能温车啊 他现在是走正当的一个走势了 目前他面临着前高的压力 也就是说啊 到了这个时候 大家越要冷静啊 这个时候越要冷静 为什么这个位置随时都有可能 面临着高位的压力出货啊 对不对 这个方向前段时间就告诉大家 出现一个明显的高低切换 所以高位方向出货的 大家要小心 第一位启动的可以什么 可以去潜伏一下 跟踪一下 目前表现比较好的啊 是德联啊 但是 德联的话 还有这个日盈啊 这几个票都是出现连板 那从技术方面来说 这些票都是属于底部 底部的一个补涨啊 所以说他的持续性 目前来说不大好办啊 现在市场的高度难以打开啊 难以打开 好不容易在上周出现六板 然后又被砸 所以说像这种旁边的话 接力还是比较差的 所以大家需要注意 好 我们看啊 说这几个板块 是吧 还有一个板块比较好的 就是电力设备 电力设备 其实我在周末是重点讲过这个板块 以后我跟大家说啊 电力有机会成为接下来市场的一个主线 对吧 自己刮到焦点 目前来看 电力设备的话 属于一个震荡上行 然后他也有机会去挑战前高的位置 对于这种走私啊 大家需要重点的 也重点的留意 后期啊 将 继续 震荡 走高 从目前的盘面来看 电力设备这个方向 个股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因为他也出现了很多的流股 但从技术方面说 他也是属于一个什么高低切换 像低位的这些票啊 开始什么出现连续走强 就比如说手扛高科这种对吧 就是低位启动的汇晶通啊 这些啊 包括啊 下面这些票 但是前面大涨的票 他又出现了一个沙跌 所以说大家需要留意一下 这个高低切换的一个节奏 从整个的板块来看 市场焦点还是集中在机器人 华为军工新能源车电力设备 大家看一下 涨来涨去啊 资金光度焦点 还是在这些老面孔里面 所以市场表现的并不是特别的强势 也就是说啊 主线缺失啊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 所以说啊 最近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我说 大家短线追高 还是要拼谨慎一点啊 只能是干核心的龙头啊 其他的追 追高的很容易吃面 我们来看一下 作为全中板的券商啊 这个走势是确实是低于期的 那么这里怎么理解 今天破位以后该怎么办 对吧 在前面我就跟大家讲 六十年线这个位置可低息可潜伏 但是确实是啊 在有利好的情况下出现破位 这里真的让人看到啊 有点无语对吧 那我们从整个的技术方面来看啊 今天破位以后 他将有继续下行的预期 就看啊 能不能收上去 也就是说啊 他在这个位置 低位啊 震荡调整后 有没有出现极拉上攻的机会啊 这是大家注意的 如果说是这种情况下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明显的啊 砸盘洗盘 对于券商板块接下者是 那么大家就需要重点的留意和更多 其实在这个六十年线附近啊 我倒是觉得大家没必要纠结啊 逢低关注 逢低上车就是了 后期将迎来反弹 将迎反弹 主要原因还是这个砸盘的是什么 人气核心 今天啊 大家看砸了最凶的是 光大还有东方财富中营这一省 是吧 前期的人气票 但是他比如说啊 光大他并没有跌穿六十年线 他是属于六十年的一个强支撑 还有东方财富 还记得我前面跟大家说过的话吗 大家如果去看一下东方财富的走势 就应该知道我前面说了准还是不准啊 记得在这个位置 我前面多次强调过 这个位置是低一些的点 这个位置是上面的支撑位 没到位之前 大家千万点入手 不要去着急进场 现在看一下是不是符合我的预期 如果你听懂了 那么你就不应该在这些位置 是吧 去轻易的下走 不会被掏住 大家觉得是不是 对确实的板块走势 我觉得整体来看 越是靠近这个六十年均价性的一个调整 后期反弹力度越大 所以大家需要重点的留意和跟踪 我们看一下个股的情况 看起来很差 但是真正的这个盘面并不是什么特别弱 跌停的票也就这么两三支 都对目前三四支 而且这跌停的票 很多是属于什么前期的高位票 所以说啊 市场并没有出现恐慌情绪 那么大家在这个时候就并不要太多的纠结 主要是避开那些高位放肌鸟 撒堆的票 我们再看一下前排 前排的话 目前表现比较好的是 刚才说的机器人板块 对吧 机器人板块 现在已经有五十支票啊 在涨停板这个附近 但是如果你看看前排这些票的走势啊 你就会发现这个连板的票很少 很多是什么低位启动的 或者说前期调整比较充分的票 又卡死鞋了 这就给大家说明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市场自从上次那个规则改变以后 这个高度难以打开 也就是说啊 打板的情绪 很畅 接力的情绪很畅 这个时候啊 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你只能参与核心的龙头啊 那些后排跟风的 千万注意忍住手 否则的话 你去就是站稿的一个接照 好 上午的方面我们就到这里了 好 感谢观看